是好驚險 到底從哪裡天外飛來一隻鴨 而且還撞到了貨車前方的 擋風玻璃呢 這個事情就發生在苗栗 不過警方事後確認 附近的民宅都沒有人在養鴨 而且養鴨業者就說了 通常單鴨頂多能夠飛一層樓高 這隻鴨就好像是穿越時空 從三層樓的高度飛下來 直接的衝撞貨車 實在是很離奇 貨車駕駛開到一半 突然一個龐然大霧從天而降 衝撞擋風玻璃後落地 車內無性駕駛驚嚇之餘 趕緊打電話報警 員警透過行車記錄器 發現闖下大禍的 真的是一直翻鴨 很誇張 不太合理 為什麼會從三層樓飛下來 我是不是在鑽到那個車 頂路上在跑的時候 就是一直小鳥飛過來 實地來要養鴨場 業者表示母翻鴨身形較小 三不五時還真的會展翅高飛 翹家到處趴趴走 上次飛過去跑去那個全家逛街 一層樓有 到兩層都不可能 但這回肇事的翻鴨 民眾驚呼就像是穿越時空 突然從三層樓高電竿出現 然後變成神風特工隊 朝貨車俯衝 造成前擋風玻璃碎裂 呼籲民眾如果說有飼養家禽 或犬貓隻等動物 在道路上行走時務必加以監管 否則會違反道交處罰條例 處罰新臺幣300元以上 600元以下罰還 俠聚警方事後確認車禍地點 苗栗市復興路一帶都沒有人養鴨 貨車駕駛無奈 好幾千塊的維修費用求償無門 而肇事的翻鴨經過休養已經康復 由動保人員進行野放 集中結苗栗報導